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因为新型观状命令带来经济影响 我相信未来数星期会继续浮现 中国的零售业亦是因为消费者 避免去到一些商店、酒楼或娱乐场所受到打击 短期来说 工业生产亦可能因为员工 未有那么快可以回到工作岗位 而恢复生产的速度相对比较慢 因此我相信 政府和人民银行如何应对这个经济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方面我们相信 应该尽量避免企业有大幅的倒闭 而令到疫情稳定之后 经济的复苏可以尽快复原 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的话 我们相信经济如果要回复 爆发疫情之前的增长速度 难度是相当高 人民银行在农历年之后 亦都将利率下调10点指 我们相信未来数星期 仍然有下降的空间 同时间地 降准亦都可能会实施 同时间地 人民银行亦都批出了一些特别的贷款 给一些与对抗疫情有关的行业 在财政政策方面 中央政府可以暂缓收取这个增值税 或者是社会保障基金 对于中小企来说 亦都可以提供一些税务方面的宽减 这方面对于支援企业 度过难关是相对有用的 正体来说 我们相信中国的利率 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下降 这方面会支持到中国在岸市场的 一些债券和固定收益 特别是政府债 或者准政府机构的债券 以及一些投资评级比较高的企业债 请进步MP 视频简直到旁边 放入起来 从中小企业的阶段 放入后 放入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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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